好 我们把算好的这个金掌花呢 这直接把它修起 把它这个花的部分剪下来泡茶 其实金掌花有消炎 杀菌 然后促进血液循环 还有青丝热能够让你清凉火气 尤其是今年你看才六月份 其实已经创历史的新高 也就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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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的热 一大清早就已经31 二度了 所以我用自己使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自己种植的花草来做清热解毒 然后我今天比较特别的是里头 我先用艾草泡了茶以后 我现在加进了金掌花 艾草这个是所谓的伊草 这样子的艾叶可以治白病 艾草也是抗菌抗病毒 在现在的防疫期间呢 其实呢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自己种的这些花草草 它可以天然的这个清热解毒杀菌消炎的功能 好好的利用 今天我们泡的就是艾草金掌花茶 我把剪下来的十几朵 十来朵的金掌花 就这样子金掌花艾草茶 好我们试试看我们的金掌花艾草茶 这个可以泡个三五分钟 泡个三五分钟 然后就是让金掌花 其实因为艾草我是晒干的 所以我用先用热水浸泡过 然后这个金掌花是新鲜的 所以我就现在剪下来马上稍微的涮洗一下 然后就可以来做浸泡 大概三两分钟 你就可以喝到这个美味的茶 清热解毒 夏天最棒的茶 艾草金掌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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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草草金掌花茶